委员发言 虽然台湾公部门里女性的权力决策影响力长期不如男性 而有违背上开宪法要求之余 又鉴于行政院2100年性贫政策纲领明确表示 公职人员在资历相当的情况之下 应优先晋升少数性别一符合三分之一之性别比例 然据主计总处之统计 我国中央部门决策层级的女性比例多未达三成 为落实男女实质平等实践性别平等政策纲领方间 建请行政院应确实把阻女性官员 提高女性参与决策比例 并拟定具体方案于平时提供女性